花言巧語超厲害 然後什麼... 然後馬上就融化 修車工 但他那時候是先在那個餐廳打工 後來才去當那個修車 就很複雜 然後反正那時候就... 很細啊 比卡車來講 細很多 然後就馬上在一起了 然後就在一起 就在一起以後馬上喔 就大概在一起一個禮拜 他就立刻劈腿 就是店裡的另外一個女的 而且那女的上早班 我上晚班 這很高明耶 就是一個早班跟一個晚班的 配得剛剛好 然後就是我都不知道 可是全店的人都知道 被整個餐廳的人蒙在鼓裡 是什麼感覺啊 對 我最期的是沒有人跟我講 是不是因為妳很囂張 我沒有很囂張啊 可是就是因為新進員工 可能跟其他還沒有那麼熟 然後他們都知道 沒有人要跟我講過來 因為男生也太累了吧 要應付早班 又要應付晚班 他都不用休息啊 對 所以等到 真的 妳是在不滿意這件事嗎 真的很生氣耶 那妳應該掉到早班去啊 妳要享受到最有活力的那個 對啊 對啊 到底有小優跟她躺在一起 只能聊天 全部都給了早班那個 然後我後來就看到她手機 我看到一個我就是 這輩子看到最心痛的畫面是 看到她跟那個女的的性愛畫面 性愛 怎麼可能 照片 因為她那個手機的話數很低 所以不能錄影 然後就是看到性愛畫面 如果畫數很低 應該拍出來模糊不清啊 就是好險模糊不清 要不然我真的會 那妳怎麼...妳是不是錯過來 她可能只拍A片的畫面而已 沒有 因為那個女的 就是早班那個女的 畫數那麼低也看得出來喔 就有開一些閃光燈 然後就看到性愛畫面 然後就想說 那裡面也有妳的嗎 沒有 我沒有拍啊 妳連性愛畫面都沒有 她算是難得拍妳耶 妳輸太多了吧 她根本不想要換我 不給她拍 好歹要連她一張妳一張才對啊 她連拿起相機拍一下的經歷 都沒有耶 不是 因為我覺得那我不喜歡啊 因為就是... 妳拒絕過 但是就是她這樣拍很怪 她給她拍我看怎麼辦 她拍...她要求拍過 小優不肯拍 所以另外早班願意拍啊 所以這妳自己錯失良機 誰叫妳不給她拍 可是我給她拍 萬一現在流出來怎麼辦 不是 我們就造福我們啊 就是我們可以看啊 所以早... 妳發現那個照片後怎麼辦 我發現以後我就超氣的 然後後來她就... 她就求我就說 好啦 就是是那個女的 自己來黏著我什麼的 就是我那時候 塗的可能是不甘心 就覺得說好 那妳劈腿 我一定要追回女心這樣 實內的 真的假的 結果妳追回了嗎 我追回了 怎麼做到的 就我就... 就是可能... 妳不是完全沒有眼白嗎 放大這個眼睛 不是啦 不是那種啊 對啊 反正就是可... 她們都以為是邪教 不敢不回到她身上 嚇到嚇死了 沒有 我用一種 男生受不了的方式就是 大肆地原諒她 原諒妳的一切什麼的 妳沒有報復到她啊 妳只是折磨了妳自己的 對啊 這只是她們 大占便宜而已啊 什麼叫什麼 就我覺得我真的滿笨的耶 妳說妳原諒一切 她就說回來 她就回來 然後呢 妳怎麼知道 她跟早班女生沒有斷掉 然後... 沒有啊 後來就是當兵了 妳到底圖個什麼啊 妳 我就是圖一個 當一個好女朋友的那個 OK 妳奉獻... 我奉獻一切無私的奉獻耶 而且我奉獻到我就是 得睡在她家的那個洗車場 因為她那時候睡在洗車場 當兵的時候 因為很窮 一個月六千 然後我就睡在那個洗車場 然後沒有容器 沒有電風扇 沒有床 就是睡在地板上 可是有...有藥藥的那個東西嗎 妳說放大片啊 不是 肉體... 就是這樣 偶爾可能有這樣 然後反正最重要的是 我就常常在她家 偶化吃多久 幹嘛 妳人生有需要走到這一番前進嗎 因為這個場景 不是很像拍電影用的嗎 在洗車場裡面 我那時候超慘耶 我都熱到哭 熱到哭 那妳為什麼不去有冷氣的地方呢 沒有 熱到哭 這麼活動的話 妳也講得出來 妳活該耶 為什麼不能開休車場裡面 車的冷氣呢 然後妳睡在車裡 裡面沒有車啊 對啊 因為是洗車場 妳在洗完就開走了 沒有...沒有車在洗車場 這麼蠢的人啊 洗車場門就沒有車了 等一下 妳說 妳熱到哭的行程是什麼 就是說好熱... 所以那個... 那個男生開始罵妳之後 妳有開始策劃逃走 還是怎麼樣嗎 其實交往幾個月之後 我有開始就是把他... 我放到他家的東西 我有偷偷就趁他睡覺的時候搬 帶走 打算要撤退了 可是妳是不是太怕他了 就萬一真的跟他分手 他會怎麼樣 對 我其實很怕 結果呢 因為他每次生氣都會摔東西 所以妳多快就開始撤退了 因為我們中間分分合合 也有很多次 還合 對 因為他到最後也會哭的 就是跟我講說 好可怕喔 我最怕這種型的 所以他會改 對 就這樣跟他在一起一年差不多 一年還好啊 只是很痛苦 所以他沒有真的打到妳吧 只有推到我頭而已 但沒有打到我 是稀鬧的推還是認真的要 認真的推 是推妳撞牆的那種嗎 沒有 可能就是 不小心把他車子可能用傷了 他就打我頭 妳怎麼會把他車子弄... 妳怎麼會把他車子弄傷 因為那天要去接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在用頭髮 然後我坐前面想說 李應該讓他媽媽坐前面嘛 所以我想說 那我先換到後面 對 然後我就打開車門 他就把我拉... 拉過來說妳要幹嘛 就很兇 我想說我只是要換到後面而已 然後結果車門 結果不小心撞到旁邊的 那個人行道 然後他就推我頭說 妳到底在幹嘛 然後就開始罵我講話 又罵一對 那推的時候妳有不小心 就這樣撞到旁邊的玻璃嗎 沒有 但是我真的嚇到 我嚇到一直在發抖 然後又哭了 好可怕喔 對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這是妳第幾個男友 第二個 哪一個拆前妳去買雞腿飯 就是第二個 然後妳買不到雞腿飯 因為禮拜天很多店都關門 然後我買不到 然後我就打電話說 等一下 男生真的會叫女生 去買吃的 自己躺在床上嗎 會 會啊 很多 還是會啊 那為什麼不打電話叫披薩呢 對啊 因為他就想吃雞腿飯啊 他想啃東西啊 披薩有附雞腿耶 對耶 對啊 對啊 妳一定是一個好女朋友 妳有很多愛情 真的耶 妳就上網搜啊 雞腿 然後就出來了 所以... 如果他要吃雞腿飯 然後妳買了排骨 然後回去他推妳頭 說蔡剛好是豬啊 妳會怎麼樣 妳無法容忍自己提這個 沒有辦法 紅白條文的塑膠袋 沒有辦法 學起來 就是要買也要拿一個 漂亮的袋子出去 然後把它好好的放進去 妳應該無法容忍別人 推妳頭嗎 我沒辦法容忍人家 叫我出去買飯啊 就是今天事 你才可以指使別人 也沒有 就是要不出去吃 要不去家裡做 要不然就是叫人家送進來 就這樣喔 MU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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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ZE